好,歡迎來到今天系數百公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兩位非常活潑的 應該怎麼講的導演們嘛 朋友們 那他們是洪威瑤,威瑤你好 我是威瑤,大家好 然後一位也是舒楊真,楊真你好 那就是洪威瑤呢,他本身其實有 就是你一個身分是演員嘛 然後他自己其實有一個導演作品是夢儀 然後有入選過那個新人新野 然後還有就是因為他後來 就是組成進港浪製作之後 然後又推出夢儀remix 然後又入圍彈心藝術獎 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深不可測的人 完全沒有 然後舒楊真呢,他本身是編劇 然後以及導演 那其實這個更不得了 就是他本身有參與過大東亞圈的國際藝術節 對對對,然後還有他有一個電台司令 然後曾經得到孤零街小劇場的年度評審獎 然後還有入選過非常多的藝術節還有補助計劃 但這部分就是講完我們就 節目大概就要結束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 跳過,跳過,跳過 我們就直接來進入正題 那其實想要問一下 因為其實兩位最近有一個新的製作是 來自,來去天竹借本書 是的 嗯,那就是 我忽然覺得這有點緊張 好,我想要請問就是說 因為其實兩位一位是進港浪製作的團隊成員 然後一位是貪食的工作室團隊成員 那就是兩位這樣在一起 呃,這一次製作案一起合作的契機是什麼 來,有請蘇洋貞 呃,應該說那時候 呃,簡單說 因為大概在兩三年前 然後我跟吳妍玲 就進港浪的一位導演吳妍玲 也是這次天竹的導演吳妍玲 我們有過一次合作 然後那次合作的時候 呃,因為那時候我們是講了一個關於 跟圖書館有關的故事 哦,圖書館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兩個就一直嗆說 我們一定要來做一個 因為上一次 第一次那個故事是發生在古希臘 然後我們覺得說好像 好像一直在講外國人的事情 我們要來講一個中國人自己跟 對,就是他們先有一個合作 有一個一一部曲 就是跟圖書館有關係 圖書館戰爭之特洛伊 特洛伊,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覺得我們做了一個太 對,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來做一個中... 呃... 因為我覺得這字好敏感 好棒 東方的借書故事 這樣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欸,那也許西游記 因為西游記就是 本身就是一個借書的過程 對 對,然後再促成說這一次 因為剛好是去年 因為我去年參加完 高雄春天藝術節 然後無顏寧是我的演員 然後我們兩個在結束的時候 我們想說 欸,那明年我們找靜岡人一起來好了 這樣 那我們這一次就想說 欸,我們就很想完成當年的一個夢想 我們想做一個跟東方有關的借書故事 所以就促成了這一次的 來去天竹借門書這樣 哦哦哦哦哦哦哦 那跟這兩位其實之前就有合作過 對不對 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 我們兩個嗎 對啊,我是演員 他是導演 對 我們還在學校的時候 我是大學部 他是研究所 對 我有演過他的戲 對,我們那時候的戲 是現在還蠻常被扳演的游泳池沒水 對 對,我們是台灣 我們算是台灣首演 首演哦 我是台灣首演哦 對 然後他是我的演員 對對對 印象怎麼樣 問到敏感話題 你是說合作還是戲 合作的印象 合作的印象 呃 嗯 呃 你糾結一下 欸,借我一下 謝謝 蘇楊真很喜歡一些 就很瘋狂啊 一些 一些變態啊 然後一些 我覺得楊真的表情開始在變化 Hardcore的東西啊 我覺得蠻好的啊 蠻好的 然後他 他有非常多 他自己就是非常白目 跟非常中二的地方 但也蠻好的 對 大概就是這樣 蠻好的啊 楊真準備回擊 我怎麼覺得剛好都很不懂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時間好 好事啦 對啊 但其實我本來我在劇場 我走的風格就比較白目 跟中二一點 欸 這點我是不否認 對啊 就是自己很清楚自己 對我們自己清楚自己要走哪一段路 所以蠻好的 對 長不大這樣 但我覺得 但我覺得身為劇場人就是說 是一直 應該說身為藝術創作者 還是必須要保持某一種長不大的特質 因為你才可以 就是 不被這個社會去磨掉你的看法 我覺得 突然很那個齁 突然突然長不大 長不大 進港浪團 有這個風 有這個特色嗎 呃 長不大 長不大蠻好的啦 因為孟姨 可是孟姨是一個 是吧 還蠻有那個味道的 長不大 長不大 小時候很想長大 現在就覺得 不要好了 現在就覺得好像 我就這樣就好了 讓金晨留在國中二年級就可以了 那就是 跳回來就是 來去念主這本書 那 因為其實大家聽到這個 就是這個標題 應該就大家知道 他其實在講西遊記的故事 那 其實想要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這一次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的劇情 其實蠻吸引的 就是他包含他很多 很當代的元素在裡面 那 想要請問就是 為什麼當初就選定 是 就是去指定要西遊記 這個 有沒有還有一些 必要的因素在裡面呢 就是除了剛剛有提到的 借物這件事情 應該說那時候 對 因為我們趁機來 也不能說算消毒啦 是說 因為最早跟高雄那邊的話 我們就進行說提案 就是說我們大概要演什麼樣的內容 然後大概到那時候是 某個跨年 我跟老吴 就我們這次的導演 這樣我們在 我們在一家冰果店 我都記得這家冰果店 然後我們就聊 然後老吴 冰果店是吃 水果冰的意思嗎 對 類似啦 在那個西門町的那個電影 接著回家 冰果店好像 我爸媽那個年紀的 真的嗎 現在沒有冰果店了嗎 現在很早在講冰果店 因為我瞬間想到的是 店就是那種機台遊戲 但好像應該不是那個東西 他應該是吃剉冰 吃剉冰的 有些飲料 不是那個冰果 有那種店嗎 那是柏青哥吧 冰果店不是通常是在 柏青哥 就是老人家 OK 好繼續 對 然後那時候他就跟我說 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候 已經有一個基礎的故事 就是說這故事 大家會講些什麼 因為基本上那個時候 我們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西遊記 結合一些實況的文化 或是當代年輕人的一些元素 嗯 然後 可是後來老吳就跟我說 一件很重要的話 他說現在這樣 你再把 這故事再這樣講一次 你有從中得到樂趣嗎 我有時候就沉思了很久 然後在我去點下一杯 就是劉承之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們現在來 就是說 我們依然是用 原本的故事的架構 和那些情節 但是我們把它更多的轉化 然後讓他更瘋狂 更不受控制 更沒有辦法被預測一點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開始了一段就是 因為還蠻長的時間 我們都還不確認說 這個戲到底會長什麼樣子 對 就是說我們自己 因為 那時候我們等於說 這個戲裡面 吳彥林有提到這個戲 有一個概念 叫所謂的GEM 他是用爵士樂的概念 就是說 大家拿著自己的樂器 然後在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一個人開始彈 第二個人開始跟 對 大家就很多很多的即興 然後一起去拼 有些像一起去 去拼出一個聲音 或是找出一個共鳴 那這個戲那時候 老吴也很快就開始決定說 因為那時候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是跨年 我們只有一月的話 我們是一月開拍嗎 對 一月中開拍 然後 那時候他開始 他真的讓全場的所有 包括演員 設計 製作 甚至連製作人 還有編劇 大家都一起GEM一下 就是 各種不同的想法 然後每一次拍戲 好像都還不確定說 因為我們有時候排練 我們很快確定說 不要那麼多喜有機 我們就開始分配說 這個人演孫悟空 這個人演什麼 然後這個戲在演說 什麼什麼什麼 可是 他完全沒有任何限制 就是無焉嶺設定的那個場景 沒有任何限制 所以每一次我們做的事情都不一樣 那他裡面有個比較特殊是 合乎這個故事 我們一開始想法 是我們大概每一次周三 因為我們始終有一個演員 自己本身是一位實況主 然後 然後 周三的排練 我們就真的會 開實況給 觀眾看 然後像我自己就在底下 因為後來就好玩嘛 我們就上twitch 還真的跟觀眾互動 然後其實他透過那樣的方式 就是說 我們不停在更新 我們的 我們在做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看觀眾說 看這些東西 他們有什麼樣的反應 我們去讓說這些 就是這些那麼當代元素 就是他並不是說 因為我們也害怕說 這個戲到之後 只是 喔 然後孫悟空就拿出一張手機自拍 回到大家的印象 就是大家想像中的實況 就是那樣 因為現在大概 台灣還蠻多的戲 就是說這不是壞事 因為我們為了要突顯說 他這個故事發生在當下 真的還蠻多自拍的影像 然後 劇中人物突然說 那我們交換一下演出帳號 然後 像說有時候 我們為了讓 沙士比亞的劇本 好像很貼近當代 也會讓劇中人物說 那你有用推特帳號嗎 我們直接等等 然後 可是我們就發現說 這樣的方法 好像他真的能呈現出 我們當代人的面貌 那只是某一種我們的表面 可是當代人 為什麼我們喜歡實況 然後我們喜歡自拍 我們很需要每天去 Instagram上不停的發照片 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 所以老吳其實最後 我們想的方法是說 他把這些東西 把它弄成是一種元素 然後最後把它變到戲有記裡面 所以你並不會真的看到說 場上有一個角色出來說 我是孫悟空 才可以自拍 不是那樣 他變得比較像說 因為透過大家一群人的即興 我們呈現的就是 呃 這一代人 我們的一些生活的小難題 一些琐事 然後好像 好像要劇透一下嗎 可以嗎 就試試看 試試看 就比方說突然 我去揍你之類的嗎 對啊 就比方說有人上來做菜 他現在做菜給大家看 做菜大家知道嗎 做一做菜你就發現說 他好像在做西遊記裡面的一道菜 或是西遊記 他在 有跟西遊記裡面相關的什麼東西 可是他依然在做菜 然後最後我們要說服你說 對 他剛剛那一段表演 跟西遊記有關係 欸等一下 這是劇透的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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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因為劇透 有些東西真的劇透出來 就沒有那個 像因為 洪威瑤有一段很精彩的戲 就不能劇透 什麼劇透 這是裏線之內 對對對 我那時候看整排的時候 我覺得那段很精彩 這樣 欸 我 這樣我等一下還是要問就是 可以問他 但他應該不會告訴你 好好好 那我們繼續 那就是其實 其實剛剛講到是 這次主架構思用西遊記 但他裡面有一些 就是 讓他貼近當代的一些小巧思 那其實 據我所知 就是這一次 包含連觀眾在觀看演出的時候 你們都有設計一些新的機制 這部分是可以 稍微提一下的嗎 糾結 不是 因為現在機制的那一段 我們在重新做調整 因為 應該說好玩是說 因為我們大概 我跟老吴大概在 一兩個 這一個月或什麼之類 我們需要跑一些講座 或什麼之類 然後其實那時候 我們下去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會說 因為講座 為了讓觀眾有些互動 或什麼之類等等 我們就有跟他們 做一些簡單的 因為我們在測試說 因為我們那時候 最早 我記得這個案子裡面 最早裡面 我們曾經想過 一個瘋狂的想法 是這個 這個戲最後要讓所有 全場觀眾一起唱一首歌 你知道當年在賓果店 我們真的 想了一大堆 我們就覺得說 在想玩觀眾的感覺 不是不是 不是想玩觀眾 我們是覺得說 可以再乖的 劇場就算只是唱 哥哥爸爸 曾偉達 全場跟我一起唱 我們都覺得 這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 這其實會很有成就感的 對 因為老吴那時候 他設定這個戲是在一個行 因為他說 來去天竹借本書 他就是一個行為 他是一個行動 那他 其實這齣戲就真的是 透過行動去講 西遊記你們本身的內容 就他不會是說 有很 很 他還是有一條敘事線 或是一個說故事的方式 但他並不是說 這邊是一 這邊是二 孫悟空在這場怎麼樣 下一場孫悟空怎麼樣 他其實有透過一連串的行為 去講述說關於西遊記 我們在西遊記裡面 我們得一些 跟當代人的精神和呼應 那那時候為了做這些事情 我們就是用各種方法 那有一個就是在講座上面 跟觀眾做一些互動機制 但因為這一整段現在 我們覺得它可以更好 所以我們再重新更改 這一段的橋段 但是還是有啦 就是還是 片段裡面還是 因為我們這次的四個 五個演員都很棒 然後他們都是那種 就算照劇本這樣演 但他們還可以就這樣講一講 像上次整排就有發生 就他們演一演 然後突然就轉頭跟觀眾說 欸 你好嗎 然後我們想說 蛤 對 因為他們 不是 因為這真的是一種 就是一種經驗跟膽識 你知道嗎 對 你是不是還好 我覺得其他人好像比較嚴重一點 對 因為就是他還是有保持一點說 真的跟觀眾 因為老吳那時候希望的方法是說 跟 能夠讓觀眾感覺說 他是跟我們在一起的 因為我們在台南場一直不停的討論說 這部戲當這段戲發生時 觀眾的位置在哪裡 他是純粹的觀看者 還是突然演員會轉頭問他說 你好嗎 你最近過得怎麼樣 這樣 我們希望一直讓觀眾有一種 這個戲好像跟他們很貼近 然後有時候拉開 但是他們又覺得他們自己在的故事裡面 這樣 這樣講會太玄妙了 其實就是讓他們除了就是 了解你們這樣子的敘事方式之外 然後他們自己也可以去思考自身 跟這個戲的距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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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但像你之前 就是你剛剛說你有在講座裡面 其實有嘗試試過這樣子的東西 那有沒有讓你就是印象深刻的觀眾的反應 其實這好像可以劇透對不對 因為那個 因為現在那一段有可能不會有 因為他那個很簡單嘛 他那個其實是說 就請全場觀眾拿出手機 然後手機之後說 因為我們想 我們那時候我們就很好 就是講得很好笑 就是說 因為我們相信現在 我們假設我們在看戲過程中 你一定會關飛行或是震動 所以只有一個東西是可以打開的 就是你的相簿 然後我們說請你拿出你的相簿 然後請你選一張 你自己不喜歡的照片 然後我們就請那人 他拿給另外一個觀眾看 看完之後我們說 好你想一下十秒 好想完了 你想你剛剛看什麼東西 第二張是你最喜歡的一張照片 然後挑挑挑好 再拿給另外一個人看 然後接著我們就請他 臂上已經說 好現在我們來看 你比較喜歡第一張照片 還是比較喜歡第二張照片 就是另外一個人 最不喜歡那張照片 真的有讓你覺得 我不想跟這個人做朋友 我不想跟他繼續深入嗎 就是一個他 對 然後他也不問觀眾解答 他就只是一個簡單的行為 然後讓觀眾 然後那時候 無論是在高雄有講座 甚至有一次我們在評審 就是說 圈奕那邊的評審老師來的時候 我們也照樣玩 其實效果很好玩 因為就是你看那種老師嚴肅 因為我們一開始很怕他不拿出手機 但是拿出手機 都還做了 都還做了 然後 而且滑的時候 他們每個人都笑超開心 就是看到不喜歡那張照片 或是看到喜歡那張照片 他們都笑出來 可是他們到底看到什麼 只有他們彼此知道 然後我們覺得 人就跟人之間建立起一個很特殊的關係 這樣 就是不論是在高雄有講座 或是在台北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這個東西有最後有保留到最後 因為我們現在這一整段在 我們覺得有更好的處理方法 所以會不會保留這個小機制的話就 好期待喔 就keep it起來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很銳利 而且很 就是那個當下那個反應根本就夾不了 然後你會覺得這個東西 哇 他原來真的是在那邊 而且他這麼巨大 你其實沒有辦法忽視他 可是平常我們就是 就這樣 對 好這叫什麼 就是放水流 放水流 對 不好意思 對 那其實也想要問一下 剛剛就是有提到說 其實你們在排練的時候也是有很多的即興的過程 平常編劇是不會遇到這樣的事對不對 嗯 其實我自己 因為我們自己 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跟很多團友太合作 然後其實我們這邊我都是會偏即興 然後想即興這一塊的話交給團長紅衛藥 因為他的夢儀或什麼之類也都有一點點這些成分在 我想請他回答 呃 基本上整 整整齣戲基本上都是即興出來的 對 整齣戲 但更有 這次更不一樣的事就是 導演會先跟編劇先有一個想法 然後再丟給我們 我們再亂弄 又丟給他 他又再丟給我們 我們又丟給導演 然後是 就是我們三方一直不斷的在 角力 對 就是一直不斷的在問問題 然後他也丟問題給導演 也丟給我們 我們也就是互相丟來丟去 然後在排練場的時候 就是 設計也常常在 就設計的來的時候 並不是在 他以往設計該來的時候來 他可能就是在排戲的時候他也來 然後他也參與 然後也看 然後他可能會突然有想法 然後也丟給導演 然後因此我們會有些改變這樣 那 這一次是我就是 我自己演的戲的即興裡面 我覺得 最不一樣 蠻辛苦的 但那個感覺最不一樣就是 不只是 演員跟導演之間 然後就會知道 還有人在 還有人在 互相的丟問題 跟互相的解決問題這樣 蠻不容易的 然後 演員跟演員之間 還有導演 就是 這件事情是蠻不容易的 對 然後 我覺得應該會是有趣的 對 有沒有讓你印象深刻的 就是 比如說 當你在排練的時候 有沒有讓兩位 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發生 你是說 我們演員 對 比如說 因為你在這次的製作裡面 是身為一個演員的角色 對 然後 就是楊真是 身為一個編劇的角色 但是兩位同時在這個即興的 就是 算是創作的過程裡面 嗯 那 像這樣子 現在已經排練 有一陣子了 對 算是 那有沒有發生 就是讓你們 印象還蠻深刻的事情 比如說 在排練的時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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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段我覺得 可以講齁 可以講 我覺得 他們並沒有那麼有趣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或是讓你觸動 觸動你自己的 對對對 我覺得還蠻好 就是 嗯 這可以講 好 講好了啦 講一下 孫悟空好了 孫悟空好了 講一下 就講一下 講一下好了 就是 嗯 我覺得大家都要珍惜這個機會 因為 其實 嗯 就是有一段 然後 我們在 我們在排練 我們在即興 然後我們在亂玩的時候 我們要 我們要去 激孫悟空 這個角色 這個演員 嗯 就我們大家要 像是 嗯 像是 星光大道 或什麼這些 道師之類的 像是 老師 評審 這樣的去 去 給他指示 給他意見 或是去羞辱他 或是去欺負他 這樣 然後 讓他去激出 不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嗯 因為 呃 可能我自己是導演吧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好 那我就要把你 呵呵 弄到底這樣 弄到底 然後我也知道導演 就是 這一齣戲的導演 吳妍林 也好像試圖 想要往這邊走 嗯 然後我好像有 catch到 然後我也試圖 就是把他吹到底這樣 去把他弄到底 然後 欸 結果 蠻好的 結果他就 就真情流 流路了 那個狀態 就我覺得 欸 蠻感人的這樣 所以我們在劇場裡面 是可以看到 到底這件事情 應該有 應該有啦 有機會 好 那 那像楊真在這次的 就是比如說排練裡面 有沒有讓你 很印象深刻的經驗呢 應該是說 因為這一次的五個演員 他們即興功力都非常好 然後常常導演丟一個 我自己都覺得說 這個 這個情境也太瞎了吧 他們都可以 就是一本正經的 扯出一大對話 所以 對於說 細的 細節的部分 我覺得說 因為這五個演員 很容易操作 所以這兩個人 我也可以開始覺得說 這他們的即興 就是我們的戲中的一環 然後 我只是catch說 欸 有些台詞好像很不錯 有些瞬間很棒 但是 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捕捉的是說 那種會真的讓我覺得就 蛤 的是喔 是比方說有一次 好像是 是你的段落嗎 誰的段落 反正他 他會對全場 他會對我們所有人 因為我們所有人都在場 但他假裝好像 他自己一個人被丟在荒郊野外 我真的忘記是誰了 他就大喊一聲說 有人嗎 欸我我是我是 是你的團隊嗎 然後 重點是 the point 是當他喊出 有人嗎 這時候 因為 就是紅團長他家在樓下 他講有人嗎 因為他是 您 母親嗎 對 他媽 他母親 就是紅團長的母親在樓下 他回應說 有人啊 還有好幾次有那種段落 就是比方說 他們丟出什麼 然後突然就有一個什麼回應 或什麼這些等等 就是 他完全是隨機的 然後完全是沒有在意料中的 然後 那個瞬間會有一種說 這橋段是設計好嗎 因為 吳彥嶺會開 舞蹈員會開一點功課 給這些演員回去說 您這次要做一個什麼樣的呈現 那這個呈現 一定是說 他們已經在家裡settle過了 然後他們做一些段落的時候 然後突然出現那種 比方說突然有人手機響了 或什麼事 然後那手機的歌 比方說那手機裡面的那首歌 又剛好合乎 比方說那個人 常常那個人在演的是一個 愛情破碎的人 什麼之類等等 他演完後 他講一大堆話 他們想說 啊這就是戲啦 但我以為當他手機響起來 卻是他跟他前女友 最喜歡的歌的時候 我們就 這是C好嗎 他說不是 這就是我的手機響起來而已 我忘了關我的手機 就是 那種你完全沒有辦法去 就是會讓 會讓 創作者會陷入說 這是被設計過的段落嗎 還是他真的就這麼剛好 戲劇之人今天就是想要挺你 給了你這麼一發 讓你在那個瞬間 你得到一種 真實跟魔幻交錯在一起的經驗 對 那個是我最印象的 這個 因為還蠻多次這種經驗 就 他們就突然講話 然後突然有另外一個人 就在回應他 我們那時候都會第一秒說 嚇到 剛剛回應的是誰嗎 好像不是劇組的人 對啊 我們就蠻好玩的 對對對 那因為其實 就是 我剛想到另外一題 但我等一下要再問 那就是說 我們先來問就是 因為其實這一次的製作裡面 的角色 好像其實他們都有一個 就是不一樣的身分吧 就是一個是 在《西遊記》裡面的身分 然後另外一個是 所謂說書人的角色在裡面嘛 那 想要請問就是 為什麼特意要這樣子去安排呢 這個沒有回答 這個你要先回答 我要先回答 然後就等下再拍 應該說他最早開始是 應該說他 因為我們最早開始 我們為什麼會開始創作《西遊記》 原因 就是因為他有一個特別的重點 其實《西遊記》被演過太多次了 對 對 因為我那時候 最早開始說我要做《西遊記》 然後我朋友都說 OK 嗯 嗯 嗯 我可能不會去看 他就突然 就想很久跟我說 不會看 我說奇怪 《西遊記》 我做《西遊記》 我也不會想看 他說《西遊記》演過太多次了 對 因為他真的演過很多次 然後 我最早跟吳妍玲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想法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要演的就是 這些人被演過太多次之後 他們會怎麼樣 你懂 就是有一種角色自己 那時候就覺得說 這個角色 如果他同時是《西遊記》的角色 但他同時有一種 說書人的身分在 好像很有趣 但是因為這層關係現在在洗面 他已經被轉化成另外一個東西 就被轉化成現代 因為 因為我後來再一次丟出我的問題是說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 我們真的活在鏡頭底下 無論你是不是實況主 或是我們現在等等 對啊 然後 你在高速公路上開車很無聊 你也好想就是 架一個攝影機然後拍 也許沒有朋友在看 然後 你的臉書大概過幾下 突然就 就他說 欸 這個人從來沒有開過直播 他突然開了一個直播 然後他在裡面可能唱一首歌 看著鏡頭超久 就是 我們好像越來越 這個一代 我們就活在那種鏡頭底下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已經 轉化成跳到說 他並不是你在 有時候在戲劇會看到說 角色演一演 他突然跳出來變成是 打破第四面槍 跟觀眾直接說話 他已經不是這一層了 他把它變化成說 他把它變成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 我們的一種焦慮 就是我們對於鏡頭前的焦慮 因為 其實再次跟大家聲明說 這齣戲真的不會有那種 就是我們突然開實況 求點閱 求贊助 這種你印象中的實況 因為那時候吳彥林給我 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話 他覺得我們這一代 我們雖然實況 和網路文化這些東西 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的一環 但他覺得我們的人生 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所以我最後也接受這個想法 我們把這個實況的定義 把它擴大 對就很像楚門的世界 你可以 對啊 楚門的世界也是一種某種實況啊 可是他演的方法 就好像跟我們現在想像中不太一樣 你知道嗎 對就是說 我們把它轉化成一種全新的關係 好 交給你 Cue 然後我覺得我們 OK 李金 我們每個演員就是 呃 就是不斷不斷這樣發展 然後他們這樣討論 然後眼睛到最後 我們 我們會 我們跟角色會達到一個 蠻特別的平衡跟蠻特別的關係 就是 呃 我們是那個角色 但我們又是我們自己 但我們自己又可以是那個角色 然後那個角色 又可以是我們自己 聽起來非常的玄 玄妙 呃 對 所以 那個 跳進跳出 或是說書人或是角色這件事情 嗯 它變得更複雜了 它 它 它乍聽好像變成 同一件事 但其實它變得複雜了 就是 它 或者是說它變得更模糊了 呃 哈哈 欸 講不下去了齁 好好好 那就是 呃 那不然我簡單講一種狀態好了 就是 呃 如果 嗯 呃 我在戲裡面演的是 沙霧鏡這個角色 嗯 就是 如果我是沙霧鏡 是 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又或者 這跟我演沙霧鏡是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跟 如果沙霧鏡是我 沙霧鏡到現代來 然後他是在現在的台灣的 這個歲數的人 他會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齣戲裡面 我們會不斷的在 呃 自己 演員本身跟角色 本身跑來跑去 有時候是 是如果我是沙霧鏡 有時候如果是沙霧鏡是我 然後還有一個是 如果是我演沙霧鏡 就是 三個不一樣的 常常這三個這樣跑來跑去 就是 呃 這個是導演他很 要求的 跟 就是他在發展過程中 就是跟我們討論過程中 他希望 每個片段或是每一個 出來的東西 都是跟我們非常有關的 嗯 都是 都是我們出發 我們喜歡的 或是 嗯 我們想要做的 或是 找到跟我們的連結在哪裡 就是所以 呃 所以 呃 可能一剛開始會是在 角色或說出人跳來跳去 現在比較像是 這樣的邏輯這樣跑來跑去這樣 意思是說因為 呃 就是在在執行這樣子排練的時候 因為你意識到的 那一個關係的不一樣 它其實會造成 催化出演員在行為上面 不一樣的效應嗎 是這樣子說嗎 呃 我覺得它很有趣 它會模糊掉 時空 模糊掉時空 時空跟 呃 就是你在看的時候 嗯 你就不用去邏輯去思考說 為什麼 沙烏盡在現代 或是 他 那你就不是啊 或是你就不是孫悟空啊 或你就不是豬八戒啊 或是 你是怎麼玩 轉化成豬八戒變成現代 或是 就已經不會去思考這個問題了 嗯 因為他 就是 豬八戒 呵呵 那種催眠的 或是豬八戒就是他 這樣 時空有點錯亂 有點 已經模糊掉了 這樣 就是 對 哇 因為這我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那時候最早開始 我們在寫劇本內容的時候 呃 吳玲琳就抓著我的 他就是抓著我的臉紀 跟我說他有一個重要是說 嗯 我們寫出來的所有的東西 都要是只有這五個人可以演 他不能再找另外的Casting 或什麼之類等等 就是 他希望完全從這些人身上激發出說 因為那時候他們第一個功課 就是教授的演員和我們 全部回去看邪遊記 看自己被設定好那個角色 然後看了之後請回來排練場 可是 也不是要你去演說 你是一隻猴子 或是你很好色那些 都不想演那些 你去看完這些 你去想一想 我的生活 我跟他有什麼相似之處 我有什麼那個 然後接著由他們的激發 由他們不停的在排練場執行一些行為 或者是說 比方說我印象深刻 很有一段是可以劇透一下 因為有一段是一個高中生 要上學測 然後要考學測 他不知道學測該考哪一間學校 然後底下他爸爸又是一個 每天就是會闖入他房門 跟他打好大叫的人 然後這個底下 我們要透過這一段戲 最後觀眾要知道說 他就是豬八戒 他就是這個年代2018年的豬八戒 然後我們透過這些行為 升學 我們對於生活的一些困境 煩惱 然後反而去激發說 你後來越來越覺得這個角色 好像就是《戲有禮記》裡面那個誰 因為剛剛講的已經是一個非常內化 或者很深沉的東西 就是說 因為這個戲裡面有一個 另外一個命題是 到底是我是誰 我的存在是什麼 等等 這些就是 他很那個 可是我們希望是可以透過 那種我們當代年輕人的一些 非常簡單的行為 我們不停的在網路上 開很多很多的匿名帳戶 我們有很多很多分身 我們有很多病好 病好已經過了 聽又是個不錯的信啊 希望大家加演誰要去看哦 馬上做的 對啊就是 很厲害 對啊就是透過這樣 所以演員過程中 因為我們過程中 每次我們拍到一個段落 大家出去 就第一秒就所有演員 就說現在我到底是誰 我到底是 我到底是洪威夭 還是我沙烏盡 還是我是洪威夭跟沙烏盡合體 我是沙烏盡200年後的轉世嗎 還是我是 這個年代最像沙烏盡那個人 因為其實這每一個 都是不一樣的表演法 然後每一個 那我們最後其實就是希望把這些呈現給觀眾 讓他們去看看說 最後你感受到什麼 因為這個戲其實最後決定權還是在 因為演員最後 演員跟編劇還有導演 我們到最後我們一定會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我們這個戲我們有一個呈現 可是最後還是由觀眾來決定 你看到什麼 大概我應該講差不多 我稍微看一下 就是因為其實有蠻多觀眾回應 哦蠻多觀眾回應 他們有問說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在聊就是實況的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是說有一些 就其實現在實況的直播主都會跟觀眾互動 他們也有想要問說 那這樣我們現場會不會有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剛剛應該我們有稍微解釋 跟偷偷的劇透了一下下 因為劇透一下下是因為那一整段 我們可能換一個另外的形式 但我覺得實況 實況就是 它其實跟 因為實況主本身在鏡頭前 他就是在做表演嘛 那觀眾依然是觀眾 那不一樣的就是 這個鏡頭本身 但其實那個狀態是很類似的 所以 我認為把它轉換成劇場是很困難的 但我發現 實況跟劇場最不一樣的那一件事情 就是 觀眾的心態 就是 實況的時候觀眾 可以留言 然後他觀看的方式 跟他想要從觀看裡面得到什麼的方式 跟看戲的這個狀態是不一樣 然後他的參與度 常常是大過於看戲的 是 是 那 而 鏡頭前面的實況主 跟 跟那個在螢幕後面的觀眾 對話的時候 雖然他們 他們是在一個截然不同 非常遠的空間 可是他的力道常常是大過於 現場 劇場 大家好 可能現場觀眾就不會理他 可是如果我在鏡頭前面 跟粉絲說 大家好 他們一定 嗨 嗨 對 對 所以 所以這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 我們 這個片段 現在在 做最後的調整跟發展 那 希望找到最好的方式去 找到這個實況的 特別的地方 那它當然是不容易的 那當然是不容易 然後 因為我們認為 我們 我們基本上都認為實況這件事情 就是 當然是很有趣 很主流 然後 嗯 但我們特別 特別覺得有趣的事 就是觀眾這件事情 觀眾是非常 非常 非常 參與的 所以我們希望轉換到劇場裡面 看會有什麼樣的 不一樣的效果 然後我們也在 激勵的在 往這方面去前進 是 是 因為我們也蠻害怕說 就是 因為實況它是一個很好表 就是我意思 那個形式是很好表現的 但因為它 它更像是說 這個戲它的那個 因為剛剛觀眾有問到互動 對 但因為 我們的那個互動的部分的話 我跟老吳有個終極的幻想啦 但是 終極的幻想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互動性要讓 他覺得 就是 讓觀眾覺得說 他要起一點思考 就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幻想 我們的互動性 可能只是為了完成說 劇場的某一個魔幻性 或什麼之類 請所有人 同時舉起右手 或什麼之類 可是其實就很像 這一次我們想要做的東西 就很像我剛剛指的 我說那個手機的trick 就它真的做完這些事情 都很簡單 我們也不給你任何答案 我也沒有任何的說明 空中也不會突然 因為有時候不是會推出什麼字 然後突然給觀眾一個 當頭棒合 都不會有 它就是做完 重施完這個行為 因為 因為這個戲我已經說了 它有很多一連串的行為 去做 那這些行為的話 有些時候可能會跟觀眾 產生一些關聯 那有的時候 它會刺激觀眾 對 因為這不能劇透 就是 對 就是讓觀眾 陷入某一種 你在劇場可能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的東西 那在這個時候你會起一些感受 那對我們來講說 這其實就很像 轉化洪輝瑤剛剛講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去在 因為劇場跟實況 真的有好多關聯 連結性 類似性 我們要怎麼做出 獨特在劇場裡面的 那種實況的感覺 那這就是我們在努力 那就是主要像 吳彥寧有特別講過 就是他覺得 觀眾要的感官 我們要讓觀眾 感官有辦法更打開 不是純粹只是演員 跟觀眾說說話而已 而且真的讓觀眾感覺 有某件事情 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覺得這東西 其實會 它會是一個更深刻的狀況 就是可能 我們平常體驗到的是 實況的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但是像你剛剛說的 大家互看照片這件事情 它其實那個聯誼 也會更遠 而且更深 這真的是蠻厲害的 那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說 好 我先問這一題就好了 因為就是這一次的作品 其實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們想要 轉化實況這件事情 那 比如說像 宏偉堯 你本身是演員 然後像 因為楊真寧 你本身也是 作為編劇 其實你也是很常在觀察 人類這件事情的嘛 那 就是兩位對於 實況文化這件事情 本身 有沒有哪一些看法 想要來聊聊的 欸 你可以先說 我可以先說 沒有 我那時候 我永遠都記得 我對實況 他最有趣的一件事 我有一次去 在南機場的夜市 然後去吃水餃 然後 我在吃水餃 我在等我的水餃的時候 隔壁有一對男女 看起來是男女朋友 他們兩個都在拿手機 然後就很好奇說 欸 在看什麼 就這樣瞄一下 偷看 結果看到那個男生 在看另外一個女生吃水餃 然後那時候我在 我也過去看一下 他女朋友在看什麼 他女朋友在看一個男生在吃麵 不過當他就覺得說 哇 所以這意思是說 那個男生在看 他對面的那個女生 不是不是 那個男生在看另外一個 可能是實況主 或者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太多了 他在看另外一個女生吃水餃 然後跟他們聊天 然後對面他女朋友 正在看一個男生在吃麵 也在跟他們聊天 或是他在抖內 然後我就覺得很有趣 因為事實上我覺得 對啊 因為 嗯 我對實況 我有個想法就是說 就像剛剛 洪惠亞有特別提過的 就是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 跟人家這樣 嘿嘿嘿這樣 然後 好像其實也不會 怎麼有人理你 比方說我就不 有啦 我自己有試過 就在星巴克 突然那邊做一個女生 突然歸彎 她說 你好嗎 你得到回應的機會 基本上是20%吧 我想 你有80% 人家會瞪你一眼 然後問說 不好意思 我可以換個位置嗎 之類的 嚇到的意思 對啊 那可是 很好玩 實況他這個東西 或是像現在臉書有直播 一開始 當我們說嗨的時候 欸 還真的有人會回應你 而且回應你 還不一定是你的朋友 可能是連陌生 我們直接等 我覺得 他建立起一個 很特別的關係 就是我們在網路上 我們反而可以變得更真實 因為我反而是那種 另外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們花好多時間 在網路室裡面認識彼此 我們後來都已經不真實了 可是我現在覺得 我們在網路上 呈現就是我們某一程度的真實 對啊 我們的某一些性格 或什麼這些等等 有些人 在這場生活中 我根本不覺得 他好像是個這樣的人 但我當時我去看他的 Instagram 或什麼發的文 或是說他甚至可能有 PPT帳號 對啊 我就認識一個人 他是個非常非常害羞的人 但人家可是Marvel版的 說鬼故事的高手 這樣 等一下就來查一下 我不能告訴你是誰 因為這個他不想要吐 對很好玩 就是我們在網路上 現在 我覺得反而是倒過來去想說 我們在網路上其實 展示了真 其實某種程度展示了真實的自我 對啊 那這次我覺得 對我來講 欸 實況好像很有趣的一點 我們的 真實的自我 真是反而投射到網路上 對 因為 我咳一下 還是剛剛有想要講的 剛剛主持人是不是有什麼 我 我也要可以先 對 我覺得他講的蠻好的 就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這樣了 我可以回答下一題 因為其實就是我們之前有訪談過 就是病號的編劇 然後還有他們的演員這樣 就是那個時候我們也聊到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 人 人 比如說人就可能像是 一顆蛋糕 一顆 就一顆蛋糕 但他切成很多的 不一樣的塊嘛 所以每次你看到的那個塊 就是他每一次 可能用不一樣的身份 或不一樣的帳號去 跟這個世界交流 對啊 那就像 比如說在網路上面 他可能就 只給你看他的 比如說45度角的這一塊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深的地方 就現在有這種感覺 就是網路上面 就像你剛剛講的 網路上面的 呈現的人格 其實是45度角裡面的 超級真實的部分 嗯 因為我是想說就是 文堯本身也是一個演員 其實你也承受了很多的視線 對 嗯 但是這樣 就是在你的身份 然後對於這個視線的那種感受 會不會其實跟實況主的 這一個文化 所謂的觀看的角度 也有一點點類似的狀況 嗯 嗯 太難回答可以不要回答 因為這是我剛剛想到的 嗯 嗯 我本人沒有開過實況啦 嗯 但我覺得 對它是會是 在表演上是會是類似的 嗯 因為你被觀看 你其實就是在表演 對 人被觀看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做表演嘛 對 那它給人家觀看 其實 嗯 就是在做表演 但那個表演沒有 任何的負面的意思 就是 對 它就是一個姿態的現象 對啊 就是我們喜歡看實況 然後我們喜歡偷窺別人 然後是 或是像楚門的世界啊 或是 對啊 對啊 我的實況 是趨勢啦 一定是趨勢 對 對 是 我這裡要來提一下 有個觀眾說 書編劇真的講得很好 哦 哦謝謝 正在一下 這個 就我們還是有看一下綱領的 我們有先偷看過題目嘛 有偷做功課這樣 我們要怎麼掰的說 你一定會來看戲 然後我們總之要想一下 那其實 我終於要問到這一題 就是說 剛剛講到這次的作品 包含它其實有一點點模糊了 所謂演員跟角色之間的界線 然後它也有模糊了 觀眾跟劇之間的界線 然後其實 包含 這次進港浪製作 您本身團隊裡面 呃 成員的職位的界線也是很模糊的嘛 嗯 對 那想要請問一下就是說 這件事情對於你們在製作作品上面有沒有什麼樣特別的影響 我們核心成員是四個人 對於我們在製作上面這一件事情 其實是 其實是不容易的 嗯 其實是不容易的 就是 呃 呃 多半的團隊 會 或是某些團隊是固定的 的職位 嗯 然後他就是專門做那件事情 他那件事情做得蠻好的 或是做得很好 嗯 然後大家就是 配合的會很順利 就是 嗯 一次會比一次 基本上會一次比一次順利 這樣 嗯 然後不然就是不合 可能就離開 嗯 但是就會越來越趨近一個 一個適合的狀態 但我們就是 一直不斷的在換 嗯 所以其實是辛苦的 但我覺得 呃 我覺得蠻好的 我覺得 我們沒有固定的創作的 源頭 然後我們 呃 也沒有固定的 一個表演的形式 嗯 然後我們 四個人都在 都在往不同的方向去 做一些有的美的東西 嗯 那我覺得對我們來說是蠻好 但我們也都需要 大家來幫忙 然後我們也需要這個平台 我們共同 創作平台 但我們也都共同需要 嗯 這是我們 到目前為止 比較起來的 宗旨吧 嗯 因為我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是蠻厲害的 就是 就是這樣久了之後 比如說 每一個人在不一樣的職位都 呃 就是 大概 就是 那叫什麼 work過一陣子的話 那其實每一個人在做製作的時候 他都可以同時有不一樣的視角 去思考這樣子的作品 這倒是真的 因為他有那樣子的經驗背景 對啊 那 那就會讓 靜港漢製作 他們本身的作品 就會變得更 有點像是 比如說我們只有四個人 你們 就是你們只有四個人 但是如果這四個人都坐過四個位置的話 其實等於是 十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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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光嘛 對 就是他 他其實會有這種的看法在裡面 然後又加上如果他是極星 然後 比如說又又跟 編劇 就是楊真合作的話 他其實 那一個 那個變化 跟那個視角的細膩度是會更密 然後更 或者知道 更多的 或者知道自己的 自己的弱點是什麼 呃 不見得說 我知道我的弱點是什麼 我下次就不去碰那件事情 而是 我為什麼這 這 這一塊是我的弱點 為什麼行政是我的弱點 或是為什麼 對 行銷是我的弱點 或是 我們缺什麼 就其實 知道自己的弱點 也蠻好的 這樣 哦 對 所以你的弱點是什麼 多問 呃 應該蠻多的 哈哈 好 那這真的是蠻有戰鬥意志的 對啊 因為大家通常跌倒的就是 你就下次就不會走那條路 就趁我們還 可能還 還有這個激情的時候 嗯 對 多試看看 了解 那 就是我現在要 想要請問兩位 就是 因為 呃 排練到現在嘛 有沒有自己 在作品裡面 最喜歡的 呵呵 橋段 好 那我 我先講好了 好 呃 呃 好 這是 這個 這個橋段的最源頭 是來自於 蘇洋真跟吳彥林 嗯 就是他們在研究 西遊記這個故事 然後 這 這很OK齁 這很OK 蘇晤 開始 確認一下 能不能知道 就是 就是有一段 他們娶星星 娶到一半的時候 出現一個 叫六耳彌猴的 猴子 你說 六耳彌猴 他的名字叫六耳彌猴 等一下這個是一個魯夫的什麼 果實 啊對不起 災氣冒出 等一下這是海水旺超西遊記的 好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一個六耳彌猴 然後他就變成了孫悟空 他跟孫悟空就是一樣厲害 然後甚至還給他搶 他們戰了好幾回合之後分不出輸贏 然後但是他們的同伙的人 唐三上或是豬八日查過鏡 也分不出哪一隻才是真正的孫悟空 血輪 欸不是 那個叫什麼 隱分誰 好 隱分之後隱分 好可以 他們就想要從這個地方去琢磨 然後去方案說 這個是一個陰謀論 或是這是一個 其實死掉的其實是孫悟空 欸 然後繼續吸行的其實是六耳彌猴 他們就抓了這個點 然後去延伸做發展 這個要特別說明一下 這不是我們獨特的觀點 這很多人都這麼講 這個很多人都這麼講 對 他 對 還是要說明一下 很多人這麼講 很多人把它講成是一個 就是陰謀論 這樣 是 他們就想要 然後 把這個 垃圾天竺借本書裡面放進去這個 這個概念 嗯 然後 呃 他們認為為什麼孫悟空之後變那麼乖 就是因為 他其實是六人病後 然後如來跟他說你要 你帶孫悟空的身份繼續活下去 然後你就可以 升天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抓了這個想要繼續的發展 然後 所以 呃 我們有一個片段 孫悟空的片段 就是我個人覺得 我蠻喜歡的片段就是 有一個人 人 有一個人 就是有六耳迷猴 SONBODY 這個猴 他要來 他要來面試 是不是都講完了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絕對跟你想的不一樣 好 我只能這樣講 他要來成為孫悟空 我最喜歡這個片段 這樣子 對對對 那我自己 我自己最喜歡的片段是 因為 有一段是殺無盡的片段 然後殺無盡的片段 我大概寫了快五千 五千變嗎 字之類等等 然後最後一個字都沒有 沒有啦 就是應該是說 那時候我跟 文靈我們在抓說 殺無盡這個片段 我們要怎麼呈現 然後我們想了很多很多種 各種不同的版本 然後這樣一直 然後 到最後是 文靈不停的看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也有跟 圍繞就直接 就是 因為我們覺得這一段 好像真的需要一些關於 因為我們當然那一段 有設定一個目標 我們到底想要談 殺無盡的哪一個面向 因為他是一個 因為對殺無盡來講的是 秀記對他很不公平啊 對 他的特色實在是不太強 然後基本上 他的大部分台詞都是 大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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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他是一個 對他是一個 後面的業員在投降 他又不像 他又不像豬八戒 他又不像豬八戒 就是 這麼 就是 就比較討喜 很喜歡搞事 或做一些五四三 然後又不像孫悟空 就是好像什麼都可以 然後 必要的時候 耍一下中二 然後跟師父搶一下 大師兄 大師兄 師父 師父 被抓走了 大師兄 二師兄 師父被抓 抓走了 就是 然後團隊裡面 呃 被被抓走了 對 打完架的時候 他們就說 誒 悟靜 去背馬 去背行李 悟靜 殺悟靜也沒有打過任何妖怪 可能只打過 是喔 他好像只打過一個 吳承恩的版本 可能只打過一個 是喔 然後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對於殺悟靜 我們想到說 這個人很有趣 因為 事實上 在西遊記裡面 五個角 因為我還把白龍馬算進來 所以我們這次沒有這個角色 然後 呃 其實殺悟靜的性格 其實跟 吳承恩本人是個最像的 因為吳承恩本來 就是一個很低調 然後不喜歡出風頭 然後他是一個很正直 然後他的一生 也有一個苦心生一般的人這樣 那 我們那時候也覺得說 這個角色裡面一定有些什麼東西可以挖 然後 所以我們就有先從 圍堯那邊拿到一些 就是說 我們 呃 應該是舞蹈先跟他做一點 就是 就是 應該是算Toker嘛 他們先聊一下說怎麼樣 然後再給我這樣 然後我們光那一段文字就出了很多 就是很多 然後那時候其實 我們也去排隊長看 我自己也覺得我沒寫好 我好像一直沒有抓到這個角色 真的核心想講什麼 可是 每一次就經過說 大概這樣三千字 就可能出了一千字的東西 然後這樣刷下來之後 最後只留下五個字 然後每次一千字這樣刷下來 就只剩下六個字 就這樣 就刷下來刷下來 然後可能是最後只留一個概念 在黑暗中 或什麼之類等等 隨意 然後 最後呈現的作品是 我跟妳突然有一次 因為剛好那次我沒去 然後舞蹈跟我說 成了 成了 偉大的一段 對 真的 就有一點 可是我也不會覺得這樣不好啊 因為還是 因為從那段裡面看的時候 還是很多說 我那時候的一些意念 或什麼 我想要講的東西 對對對 因為後來我也覺得說 我自己那段 我自己那段 其實也起了太多廢話 我承認啊 對 我敢於承認我的缺點 弱點啊 對啊 但是 就是他們最後把這些文字 濃縮成一整段 然後 沒有什麼台詞 然後充滿 但是 你完全可以讀得到一些東西 因為事實上 我自己第一次看到 是在整台詞才看到那一段 因為後面幾次 我都是看別人的片段 我都沒有看到沙夫記 我就很期待 說我寫了五千字 最後只留下這麼幾個字的片段 他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自己也很喜歡那一段 然後 我也 對啊 我也會大方的說 對 那段就是說 我們把我所有的文字給拿掉 洗掉之後 剩下那個意念去產生出來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會很追求說 這個段是不是我的東西 因為那時候我去 所謂創作者的一個 對 我去南部的時候 就有老師問我這個問題 說你會覺得這麼集體創作 這個東西不是你的東西 我說 這會怎麼樣嗎 不是你的東西 但是個好東西就好啦 對我來講是這樣 就是 對啊 所以那段 因為那段我很喜歡 其實這樣 我們當然為了說 我每一段都很喜歡 我直盯著鏡頭講這句話 每一段都很喜歡 其實也都是從他們這樣發展過來的 就是他有一個脈絡 因為我們的那時候想法是說 他還是要有一個清楚說 雖然做了這麼多行為 或什麼之類等等 但是吳威玲那時候說 我們的功課什麼 看得懂 他的終極目標就是說 他起碼要讓 因為那些行為必須被閱讀到 閱讀到之後 觀眾就會有一些想法跟感受 那也許不給一個正面的答案 這樣 對對對 這有人說 嘿嘿 有人說什麼 這有人說真的好期待 沙霧鏡的呈現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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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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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上一個 我上一個作品在松菸 就是做有關於 不要這樣有關於好了 我使用了耳機這個元素 就是觀眾都戴耳機 然後觀看房子都是用 透過耳機 就是聽覺都是透過耳機 然後我希望 希望我已經在 就是在規劃我下一個作品 導演作品就是 也都是觀眾戴耳機 然後 的一齣戲 這樣 對 就是在聽覺上 做出 分離 呃 這樣講好了 就是 我想要 呃 耳機裡面有兩個頻道 然後你可以選一個頻道 來看這一齣戲 然後會是兩個截然不同的 截然 就是畫面長得一模一樣 但是聲音跟裡面的人講的話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好酷喔 所以你可以跳 跳著聽可以等於是 對 就是這樣 酷喔 那有預計什麼時候會推出嗎 啊 有在投了啦 希望 今年年底啊 有需要透過我們節目 找耳機贊助商嗎 哈哈 希望今年年底 或是明年一月 這樣 有在投 哇 那 那 楊真這邊呢 我們 我的下一個戲是 呃 我跟我前一個 一個戲的編劇 我們合作 然後 下一個戲講的是 石鮑鷹 石 啊 對不起 沒有啦 石鮑鷹 是比賽的運動 沒有沒有 就是呃 職棒很多年前 就是中華職棒 那一年我們贏了 巴塞隆納的奧運金 銀牌 然後 那時候我們的棒球隊的組成 都是石鮑鷹 他曾經是中華職棒的一個隊伍 對 然後 呃 後來石鮑鷹 他就是第一個 台灣最大的一個 就是像 有牽涉到賭博的一個風暴 的案子 然後這隊伍後來就被迫解散 然後 呃 因為這件事對我小時候來講 就是 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 就有一種 前一天我們才覺得說 天啊 我們台灣棒球要國 揚民國際了 但是下一秒就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是又覺得 因為多年後去閱讀這些 當年這些涉案球員的一些心境 或者是你會覺得說 好像 就是有一種逼不得已 或什麼是各種 它有各種元素 也不只是單純的黑或白 是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們很喜歡 我跟我的編劇 我們都很喜歡私家偵探片 就是那種 很 就是那種在街頭上 然後 然後 所以我們下一個故事 是一個跟棒球 然後私家偵探有關的一個戲 叫馬爾他的時報音 馬爾他的時報音 在今年 今年9月或11月 這是我下一個戲 我突然想要插一句 就是 你平常有在看日劇嗎 你可以看大川端偵探 我看過了 好看 我覺得 可是我們可能不會有 小田切讓那麼 那麼帥的演員 因為那個戲 就是因為小田切讓真的太帥了 就是連我在螢幕前都覺得說 喔 天啊 好喔 就這樣 也太帥了吧 好好的 我差題結束 那我們回到整題 就是 這一次 因為我們就是 這個小時 其實都在講這個作品 就是來去天竹借本書 那 兩位可以分享一下 我們接下來在什麼樣的機會 比如說 什麼時間 或什麼地點 可以看到這部作品 好 來去天竹借本書 這次是 靜港浪製作 跟高雄春天藝術節合作 然後還有他的 貪食德工作室 很邊緣啦 那個不是個重點 靜港浪 記住 靜港浪製作 跟高雄春天藝術節的作品 那我們將在 5月11號到5月13號 在高雄的 柏爾鎮港小劇場演出 總共四場 是 對 那希望說 雖然這個戲沒有在台北演 但還是很希望說可以 因為 這些我們基本上 就會在今年做演出 哇 有人說 超級期待 馬爾他的時報音 好 我們現在專注在 靜港浪製作品 我們就快演了 請大家努力去買票 對 那我們5月11號到5月13號 在高雄的 柏爾鎮港小劇場 對 那如果 嗯 我們有什麼優惠嗎 嗯 好像都過了 對 我們在說的優惠都過了 對 就不管怎麼樣 還是希望你值得 因為我自己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非常值得一看 就是我們劇組全部人都在挑戰一個 我們自己沒有碰過的 嗯 題材或是方式 嗯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挑戰 然後也是 無顏領 因為無顏領 因為無顏領 舞蹈自己今天也很想親自來這樣 對 因為他現在在高雄 對 他在高雄進行另外一場宣傳 所以現在是我來這樣 對對對 這是我們的 團長 因為我有演啦 謝謝 因為我有演啦 對啦 對 那就希望 就非常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到高雄 跟我們見面這樣 去取那本書 嗯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好的那我們今天係數百公就到這裡 因為謝謝 真的 我覺得這部劇真的 其實大家還是要到現場看 因為我們剛剛保留的太多 沒有告訴你的秘密 嗯 還有 還有就是各種可以讓你很期待的 不管是 你身為觀眾去到那樣子的一個作品裡面 你會 就是成為什麼樣子的角色 我覺得這件事情也很讓人期待 那 嗯 我們今天就 就到這裡 那謝謝薇瑤 謝謝楊振 然後謝謝健港浪製作 嗯 好 那 今天 謝謝 謝謝 大家就 好好期待 然後趕快去買票 嗯 謝謝大家 那我們係數百公就到這裡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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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我們說明明天的 我們會不會有很快的 我們會有很快的